这一次我们就是到那个华西坝 因为四川本地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说法叫做华西坝这样的说法 但对我自己来讲我可能没太多感觉 然后这条街可能第一个的念头就会看到 他有经过都更改造 有专门的社区的设计师 他其实有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做过很多的设计 像这一家茶屋就是有点像茶室 它是很日式跟台式的风格 那他对面就是四川大写 华西的校区 然后所以大写对面他的店都比较稳异 这些门店应该像是地下室 车库或者说是 反正你看他的店面 他的高度不太够 然后门前的空地其实留得蛮大的 所以这是一家卖蛋糕的Cat 就是的一个叫烘焙店 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挺能打 很有文艺的风格 里面也有小姐姐在休闲的下午时光 然后也有一些这种精美的饰品店 还有就是已经跟台北类似的 很厚现代风格的城厅 大家可以看到他跟普通中式快餐店 不同就是他不会把门店 故意做得很招摇 他把一些盐盖起来 就里面特意就是 就是很厚现代的这种风格 也有这种美式的 就是纯粹是概念性的 服装的这种专门店 其实我觉得这街其实蛮包容的 然后这边的人 很多显得也比较安定 就是那种祥和的气氛 就是因为媒体上先转 就成都那是千五之国 然后成都其实是 幸福感最好的城市 所以这你看 其实对本文化 对市面包店 其实也有融入进来 所以比较像欧美式的这种 安逸的生活 然后跟日式的这种精致 还有有点像这种德国 或者欧洲式的这种 很大气派的这种街道 因为其实如果是换成在别的城市 这么大的人行道 跟自行车专用骑行道 不会存在 它一旦会被干掉 会变成是一条机动车道 因为车子也路很在 但仅 两车道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有好多这种 独立的鼠店 或者说是一些热影店 他装修德其实还是真的 不过我不刻意强调说 这是华西霸在成都 大家是比较没办法去默认说 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城市 也就是他其实 我觉得那些店主 就是店家都 就是老板 就是应该都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成都的天气 就是能见度很好 空气也是很好 可是他的温度真的很低 所以其实大家都穿着后座的外衣 然后可以看到 有玩这种中古车的 这辆是克劳斯瑞的 这一款的小车 很少见 因为他台车也有经过二次的装 就是改装 就装得很有这种稳定的风格 然后这里面 这个宾馆就在华西的正对面 所以其实如果需要去找宾馆的话 像这个梁山宾馆到华西 就是总医院就很方便 它就在华西的地铁 就是华西把地铁A口出来 往前走几百米到华西的总医院 然后对面是华西的口香医院 那华西的口香医院 据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内地 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非常有邪术跟这个临床两边 都很有建树的一家口香医院 然后这边它也可以保留一些 早期的这种建筑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像西北风格的 就是我觉得它这边的建筑 其实就是在都庚的过程中 就是很多高楼大厦 就是那种钢筋森林式的高层正在搭建 但是它也有刻意去保留一些建筑 然后这里自行车 单车 电动车跟那个都还刻意会保留 所以看到路面也很有趣 那边路山路 然后这些就很像早期的这种 美式的这种别墅 就它是有屋顶的 然后楼子也不太高 然后专用的都是灰色的风格 我其实走这一段走了很多次 可能有时来时有了吧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打这些建筑的由来 我也没有去做专门的考究 然后也只是看到 他们其实在这边 有刻意就是会保留一些古早的建筑 并不像某些城市 就是会比较直接移上来 就是把就是房间地段 因为这应该算是城市里面 比较热门的地段 没有时候一上来 就因为我商业的需要 然后就把黄金地段的地方拆掉 因为拆掉这样一栋小楼 可以建像对面演出那种大楼 就是高层建筑 那其实可以盘和它的很大的商业价值 然后我看到这边 其实因为大学的缘故 所以其实小姐姐们在这边 也是蛮休闲的 就整个生活的节奏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步调 刻意的就会降下来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人的感受就不会觉得说 就像是一只蚂蚁 就是一直的到处的去追赶 当然今天是周天的缘故 所以华西县这边的人相对比较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条国协巷里面 相对之间就不会有那种 就是要赶着 就是要抢时间 或者是要敢做什么事情的这种感受 我相对比较喜欢这种慵懒的感受 然后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 全国第二的华西医院的总部 他有好多个医院 但现在这个宴其实是他的总部 然后这有出现一些藏族同胞 大白话我们经常会说藏民 他挺多的就是 然后其实在这一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成都其实也是个很豪华的城市 还有万达广场 还有很多这种很就是现代化的这种CBD 像前面就是都是这种玻璃木墙的这种大楼 这里面都是相对看起来 确实跟中国内地各大发展城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这就是他所谓号称的以线城市 准以线城市 确实也是 我大概知道是今年大成都的整个CBD 是有超过两万亿人民币 然后对面是有一个好像是国际中心的什么之类 是好大一栋楼像金盐堡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栋楼的那个也很奇怪 因为它盖出了金盐堡 所以它的中间是空的 中心铃堂的大楼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国际一线城市 它其实都不切好的 就是或者说很大气的磅礴的宏观的主体性的这种建筑 它都会都做得到 可是就是说每个城市它都有城市的特点 就在这个城市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跟这种古早的共存 城市不会一直把这种看不上眼的这种古早建筑 就会把它干掉 所以这是我喜欢华西巴的原因 因为华西巴其实就是你看 它是我所建的很难得的保留一个专门的自营车道 而且像老百姓的这种烟火味 就是这种街边摆摊 是不会像被那些阿蛇帽子哥 就是直接给它起地的 这是在大邪路里面一个积云期下面 保留的一个菜市场 应该是叫大邪路的龙帽市场 所以看到这边水果是真的不缺 四川人民真的非常有口 因为现在是大冬天的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草莓其实也不贵 就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 我记得我在下方买草莓的时候非常贵的 大概一斤都一百多人民币 都没有这么大 所以这里也就 其实它的机动车就是交通大楼是蛮挤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道只有两个车道 而且当地人其实只有交通 其实是 我觉得他们交通是比较不OK的 而且他们经常会 当我走在斑马县的时候 还会拎喇叭 然后行人也是蛮不OK的 总共都是一锅桌 大家都是和细腻一样的 都蛮不OK 开车在斑马县也不理让行人 那行人也会闯红灯 所以就形成一种 比较就是 你也说不到什么味道 但是感觉就是它是跟国际的一线城市 硬件上可能有 可是它的软件就是人的文化层面跟素养层面 还不是那么简薄 那我觉得你看 就像是开了大奔 或者说电动三轮车 就是摆摊这种 他们可以共处在 但这个其实在华力上面 它 华规上面都是不允许 像第三次没有滑停车道 然后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种 黑手作坊的老板的这种 餐饮业者已经不见了 更来更多的是像这种连锁店 有正式管理的联手店 那这一路其实看到它的街道虽然在冬天 但它还是很漂亮的很干净的 整个就是在这种 这以前算是龙茂市场里面的 这样一个社区里面的街道 它其实还是很干净的 整体都看得很漂亮 然后出行 其实电动自行车跟单车 就是大家都没有相互打击 就是单车也可以存在 但电动自行车也并没有像某些城市被很起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一些就是靠餐饮业在成都 还是蛮能打 然后还是面食啊碳水在成都 还是很流行的 像油条啊饼啊这样的一个店家 其实它都有固定的受众 比如像烤饼店 但是我觉得它的饼跟北方 好像地独北京的饼是有点不同 因为它的饼就是跟厦门南方这边的饼 会比较相像 那北方的饼其实是它做的 我觉得是真的是门内真的很多 那成都的饼大概也就是 它花量不是太多 反正外卖像上面就是 看起来也比较抱歉 然后就是馒头啊 或者像一些包子 它都也都会有 就是有一定的固定受众 包括像最好的门店 其实就是这些连锁的很漂亮的这种 现代化的鞋铁店 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路边摊 像他们流行的这种 就是乡村作坊做的这种菜 然后它这边就是配料啊 就是水果啊 真的是不缺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季节 他们就是盛产草莓 好的店家基本上就是草莓 车离子或者说像樱桃 就是小西红柿 然后橙子 然后极脂甘蔗 这些就是过程的整个程度 就是非常有卖相的一个 盐火味的一个市场 然后它这边有吃鸭嘛 就是香酥鸭 如果是20多块钱一斤 感觉好像也不是很贵 然后这些饼就是 看起来就是会让人家有食欲嘛 然后他们会把这种卤料叫茂菜 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就会有一个人用竹子的爆鸡 就是爆鸡啊 就是把所有的饼料撑在那边 大家看到有鸭子啊 鸡啊 然后比较不同 可能会有出肚子嘛 然后猪啊 卤猪肉可能都是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种烟火味 跟现代城市像这种钢建的 这种大建筑 有很大的反差了 然后当看到大建筑 跟看到路边的小市民 对不对 就是摆着一个摊子 卖的这种各自作坊的这种 应该叫珊瑚产品啊 就这种各种的腊肉 腊兔子啊 腊鸭子啊 腊猪肉啊 腊肠啊 就是各种门类的腊肉 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大概我觉得就是说 成都作为一个魔幻城市的一种 就是他的这种老百姓的烟火味嘛 然后像这种菜也是这样 就一个面盆 直接盪在那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每个成都的角落都可以看到 各种不同的生活的故事 然后 也有各种就是在生活里面 就是各自心情的 就是艰难的生活的老百姓 像这样子的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 就是村落的 在地人的一种自我讨生活的方式 就是拉的拉的出来 然后底下 有这种评价 就是简单搭建的露天的这种理化店 Tony先生 这应该是最早一批的 就是中国式的这种 大爷级的 就是Tony先生 然后成都 他其实有保留了很多这种古早的建筑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 就是这应该是算 如果算别的城市 应该算脏乱差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这种红砖器的皇子 然后当地人就是 在那边打麻将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皇子 其实真的一言难尽 就是他可能就生的是很早了 就是第一代 可能就八十年代 甚至是七十年代的这种皇子 然后呢 而且就是前面就是有 就是建设的小区 然后皇子既然是政府的这种 也算是你看到挂牌的这种 正式的管理部门 就是他隆忍就是各种 很奇怪的事情同时出现 然后 这些上不会乱 他不像魔都上海后地都那种 一下子要求那种 就是一种统一的审美观 那成都你可以看到很多 挺模范的事情 然后这边的茶楼 说是茶楼 其实就是麻将屋 它其实是非常流行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每个设计都跑不掉 都有这种就是所谓的 挂着小茶布的名称的这种麻将楼 那我很喜欢说 它保留了这种很古早的建筑 虽然坐在那边可能会比较辛苦 因为它的下水道啊 什么可能比较不方便 你像对面这种楼下 就是周围一个龙帽市场 菜市场 然后 但它成都做得比较好 就是它的公厕 公共厕所 公共交 就是这种设施 真的很不错 所以成都看到很多这种 还存在红砖的这种房子 但是它不妨碍 它也还有很多很现代化的 这种高级的住宅 而且就是 现代的就是都市 它的现代感受有体现 包括这种违章的 比较简历的这种市场 还有就是这种 就在很流行的文青化 这种露天咖啡 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 很兼容共生的 很包容的这种文化 而且它在路边摆摊 比较不会被起地 你大家看到就是 这里面就是存在很多 这种店 其实如果换乘在别的城市 其实都不会存在 包括它停车也是 这在街区里面 老街区里面 没有花停车位 他们其实也得停的 有来有气的 就是显得很烟火味的 这样的一种小 一个小市民 活得很欢快 生活味的 人情味的 感受的这样的一个 很巨大的都市 因为城都真的有 两千多万人口 你可以想象 所以这里面看到 店里面都会有那种 蜡肉蜡肠 这应该都是 他们这边的特色了吧 然后住宿 就是在路边 经常随便可见 然后路上的电车 小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两轮车 都会存在 好